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Dye, 欢迎收看我这一期的 Vlog 在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时候到底可不可以看物质的? 去 Sales Gallery 啊之类的 因为现在还是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所以有很多 SOP 要跟 刚好今天我有两个 appointment 都是去 Sales Gallery 的 就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行动管制令期间看物质的情况是怎样的 Let's go! 我们去第一站! OK,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一站 Wookaland 的 Ember 9 Let's just get rid 来了这边,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SOP 第一个步骤一定要先两体文 写名字,AIC,点电话号码,试试完了才能够进来 所以进到来,人也不多啦 所以我们能够很容易的保持个色调距离 然后很明显的在一个座椅上是 在椅子上是铁的,一个是不能够抓太多人的 然后在Segary 那个 Show Unit 示范单位呢,是不能够太多人进去 所以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 group 的 buyer 和 agent 进去罢了 接下来我们就等客人来啦 我又回来车上了啦,刚才在 Ember 9 的那个 appointment 又做不成 然后,我要再拍这一段影片的时候,我又收到一通电话 那就是,第二个的我朋友们也不成功了 因为客人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今天只能够给大家看到一点点的 在这个 Ember 9 里面的这个 SOP 罢了 这样刚好今天我又出道来了啦 然后还有时间,又这样刚好我又想要去买一点东西 可以在还没有结束这支影片之前 给大家看看现在的 Shopping Mall 里面的 SOP 是怎样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是出门了,然后有去过 Shopping Mall 有去过一些公共场所 所以如果是那些还没有出门过的朋友叻 就可以看看这支影片 就了解一下现在外面所谓的新常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所以现在我是on the way 去这个 Eco Chalas OK,so let's go! 我到了这个Eco Chalas 的 car park 是很满的很满的 没想到这个时候 car park 还是那么的满 我还是特地上到来楼上 因为楼下的 basement 的 car park 已经满满了 OK,我顺利进到来Eco Chalas Mall 里面了啦 就像跟刚才大家讲一样的咯 这样体温写明智了过后才能够进来 然后 Mall 里面其实也是比平时冷清很多很多很多啦 可能现在是上班时间运营 全部人是Wolf Home 嘿嘿 目前来讲说这个防疫措施是做到还蛮到位一下的 因为全部人都是很遵守这个社交距离还有新的 SOP 啊,穿着口罩讲话真的是有一点点难讲 所以废话不多说 我去买我的东西了啦 所以刚刚买完了我的要热东西 然后我又看到卵阳变萨 因为太久没有吃卵阳变萨的这个波罗包 所以我就会打包 这边除了进到 Mall 的时候 需要量体温小毒写明智才能够进到这个 Mall 每一间 Retail 都是一样的 SOP 也是一样量体温洗手 然后写明智才能够进去 然后刚才我是在卵阳变萨里面打包嘛 也是一样,即使是打包也是一样 因为你要在里面付钱啊 哇,简直的,戴着口罩讲话不简单 没有气啊 所以我也不要讲多了啦 很喘,真的很喘 所以我就继续等我的包 拿到了我的这个波罗窑 回家啦 不要待在外面这样久 没有什么事情就别人在外面 一天就这样子过完了啦 其实我们 Agent 的工作 讲简单也不简单的 尤其是在这期间咯就是 就要准备更加多的东西 除了准备这些销售材料之外咯就是 也要准备好这些 防疫的工具 面具啦 洗手液啦 那个消毒水啦 等等的 废话不多说啦 希望这一支影片可以陪你们 度过这一个很沉闷的下午 所以在这期间咯就是 要出来 Appointment 我们还是很乐意很乐意很乐意出来 Appointment 毕竟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嘛 帮你们找到你们心爱的家 也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如果喜欢追踪我的生活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我除了会不停地分享 房地产相关的知识之外 我有时候也是会好像是这样子 以 Vlog 的尝试来呈现给大家 我们这个地产经济的日常 所以我们就在下一集的影片见啦 拜拜